老四號泰山集團傳出 4月25號召開臨時股東會 現在非董派提出了9名董事人選 經營權可能變天 泰山加變經營團隊大半瘋 30號下午發重訊 董事長兼總經理詹越林下台 原總座職務改由詹一鴻代理 新董事名單出爐 反董派詹景超詹靖佳詹雅玲 勝券在握 回顧過去一個月 反董派三個人先辭去董事 後來又提四大控訴 指出過去9年詹越林一個人獨大 讓人質疑董事會心同蓄涉 我們做了那麼多年了 那我們是誠實的廠商 那個真金不怕火鍊 詹越林盼望用法律替自己找出路 同時也透過公司回應 願意平和轉移 希望新團隊能夠珍惜泰山 泰山是屬於一個所謂的家族企業 那家族企業的話 大家都是所謂的家和萬事心 那既然是由詹越林來主導的話 他們就放手讓詹越林去做 大陸的營運持續的虧損 那當然要找出一個人來當代最高養 所以那個人理當就是詹越林 66年泰山一系變天 未來董事長仁選 又以45歲的詹靖佳呼聲最高 詹靖佳目前是已經統合了 非詹越林這一脈的其他的這個家族的體系 因為他在家族中的輩分是比詹越林更高啦 要彌補大陸投資連續六年的虧損 詹靖佳喊話要幫泰山登國靠本業重新翻身 未來的話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如果真的拿到經營權 就是要退出中國大陸的市場 泰山經營戰反董派有希望逆轉勝 老牌企業未來發展也令人期待 東森台新聞陳和平許鴻超綜合報導 都覺得說 他先不走前的說明明有發展的 拜託